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特使 此事一旦达成 此事一旦达成 这牡丹姑娘 今后有的是时机相见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甚好 牡丹竹宫业巴鲁大人 遥远的北京新王 马到宫城 莫堪大人特别爱吃金安的天使 牡丹再去给大人取鲜来 你到底在帮我父亲摸换些什么呢 你到底在帮我父亲摸换些什么呢 公子以为呢 有没有 果然女人 就如同这漂亮的点心 越精致 越容易让人放松戒备 也越容易包藏祸心 那就麻烦公子 把这精致的点心还回来 他自有去处 我之前说你是情报商人 倒是低估你了 没想到你隐匿在寻方院之中 竟有通达北京 意图谋反的本事 小公爷是不是觉得 将此事全部怪到牡丹头上 作为衡山宫的儿子 愧疚感会少一些啊 你一个女人家 为何要苦心经营这种事情 你本可以安心做你的花魁 在寻抚院中快活度日的 快活 日后牡丹必告知公子 为何如此 到时候 公子再判断牡丹是否快活 公爷 八路此次若是能带回恒山宫 愿意地结联盟的讯息 王必与您联手 大获徐鼎的军队 为恒山宫铲除徐鼎 从此北京与大盛两安 既然这萧敬云已经违救了 你我这次围堵徐鼎 大可以徐家谋杀成主陪游 老夫前去平乱 妙极了公爷 华皇 quarter pound 大家不用动 不用动 我也够了 给我过来看看你 不行了 不行了 好不好 保护 这本不是夫人该来的地方 见得此情此景 更觉得战事沉重 你去吧 徐军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受伤了吗 孙思勉怎么在这 承 承主夫人 这 这么巧 您竟然也在北京 怎么 是本夫人在此不合理 还是你在此更突兀呢 臣 下官 小人不敢妄言 小人是领 领命来此处的 不敢是假 小人倒是朕 快说说 领的谁的命呢 小人 若不是将你抓获 此刻你应该拿着 衡山宫的密函 去找吉吉领宫了吧 小人该死 小人不敢 既然你想死 本夫人就如你所愿 徐将军 孙思免联合衡山宫谋反 拉出去仗毙 是 承主夫人饶命 是 承主夫人饶命啊 是衡山宫谋反 小人是被逼的 小人马上交代 立刻交代 那你可要好好想想 到底应该怎么说 最好是 能保你命的那种 小妹的气场 何时变得如此强大 恒山宫爷交代小人 到了北京 先来台厅城主的身体 是否健康 若有大案 便带着营 营区的不方图 和宫爷密函 前去王庭与吉吉 协盟 徐优然 进去能要你的命还是怎么样 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得 什么是快活 快活 成天泡在这种胭脂水粉之中 这叫快活 那总比你天天在摘星阁 推眼强嘛 你真的是 年纪轻轻眼睛都快熬下了 小不小的我不知道 不过 总比你在这儿 搞这些惊吓好 两个大男人在这里 拉拉扯扯才算惊吓吧 走 走嘛 你看 牡丹姑娘 牡丹姑娘 你在哪儿呢 你知道牡丹姑娘在哪儿吗 在那边 牡丹姑娘 走 看 哈 有点意思 一定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